大家好, 今集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簡單 家裏做到餐廳味道的海鮮餐 飯仔杯或者聖紙這些 有時很麻煩要清洗 今次完全幫你處理好了 非常乾淨 輕輕沖兩下就可以立刻煮 還要非常好吃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都說說今集的食譜如何煮 Hello,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今集是一個很好吃的海鮮餐 海鮮餐其實就不需要特別去很多的調味 今次我們有一些很簡單的材料 這一個叫做雞油花雕的組合 我們之前也示範過雞油花雕可以蒸麻油 可以蒸蟹 其實很多海鮮, 例如是異熟的那些貝類 都一樣是可以的 今次想說說有時候我們放屋回家 又不空買菜又不空去處理太多東西 但是又想做一些簡單外面吃到的味道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嫁受於人 所以我們今集的海鮮 是會用到丁丁的海鮮外餐服務的 其實什麼叫做丁丁海鮮外餐呢 不如我們先看看 好, 第一件事我們今天收到一個這樣的包包 這個包包非常漂亮 是一個保溫袋的設計 其實送到來家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容易便形的包裝 其實海鮮送過來的時候有沒有被人開過呢 不知道的 但你可以看一下 它那個拉鏈位其實就有個封條 就是告訴你 它在送貨過來的時候是沒有人去動過的 就先剪開封條的邊 它都很貼心 就告訴你 假如放得久 記得記得在下面要鋪一張紙 就免得水就漏出來 很貼心的一個提示 好, 我們就打開它 好, 今天我們有… 哇, 很有趣 原來它已經有參考的煮食時間表 譬如聖誌就四分鐘 花蟹就十至十五分鐘 也挺好的 竟然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通常外面買海鮮 都是直接買完給你就算了 這個就有… 嘩, 很… 都挺標誌的 它的配套 有中英對照 有些小貼士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海鮮組合 例如是大家打火爐經常吃的 還有龐刺身 或者是我們有的 可能大家喜歡吃的刺身繩 它都有的 好了, 今天的海鮮 就是有聖子和梵立貝 即是扇貝 即是原貝 大家喜歡什麼名字都沒什麼所謂 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嘩, 很多冰箱 嘩, 還有丸啊, 正啊 嘩, 很多東西吃 我真的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例如是這個打火爐經常用到的 松露豬肉貢丸 或者是這個藥膳的豬肉貢丸 然後六條聖子, 六隻的梵立貝 都包得很漂亮的, 你看 真帥 通常那些又是一個袋子裝了給你 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它們的丁丁配料盒 那有時候我們打火爐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蒜, 辣椒, 蔥這些東西的 那其實它已經跟了給你 所以又不用說自己弄 不用自己打, 不用自己切 不用自己切 那其實我想說一下 我們海鮮買回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需要清潔、處理的 那其實跟它買東西的時候 就已經預先幫你清潔了 可以看一下這隻扇貝 其實它清潔得非常乾淨 那還有它的邊, 它都留給你的 有些魚狼是直接一下拔掉它 不給你的 那這一隻它又給你 對, 都幾好 其實回來之後就直接沖洗, 幾乾淨 其實我本身就是剩餅子的 只不過是跟著一些扇貝給我吃 多謝, Thank you very much 全部這麼多隻都非常乾淨 那其實這裏呢 我特地叫它有些不要去清潔的 就是我都想示範一下 怎樣去清潔這隻扇貝的 好了, 這些就已經預先清潔了 那你可以見到這個扇貝 其實都開得非常齊整 因為有時如果你亂開, 它可能會大小便 會爛肉的 那其實我今次收到這扇貨 都開得非常直, 很英俊的 你看看, 沒了黑色的 好了,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它們未處理的盛子 我們一會兒都示範一下 好, 蒸的時候才處理怎樣弄它們 還有呢, 也有兩隻是未處理的扇貝 我們一會兒都可以示範一下怎樣弄 假如大家想留意丁丁外送服務 可以上他們的網站的 它們是提供一站式的火鍋購物 除了海鮮刺身之外 配料蔬菜全部都有 在網站或者APP都可以用消費券付款 其他電子方式, 包括百達通、Payme、微信 全部都可以 600元起免費送貨 即使不夠, 一元都會送的 最重要就不用自己周圍走 濕手濕腳, 又拿又拿 有丁丁幫你選最新鮮的海鮮 幫你處理乾淨, 送到你門口 你想點點什麼肚餐都可以 還有除了海鮮之外, 大家都看到了 可以有刺身、壽司或者是日本的海鮮都有潤油 假如大家想舒舒服服在家吃海鮮 不想自己湯, 混丁丁就一定可以 在網站上面也會教你怎樣去預訂 選日子、送貨, 其實是非常之方便的 好, 這個時候我們回到廚房煮東西吃 好, 這個時候就入職了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今集的材料 除了有聖子和芳辣貝之外, 也是雞油有雞湯 這次會用到少許腸粉鋪底 先將我們的聖子和扇貝沖乾淨 始終它處理完, 我們都要慢慢清洗一下 就確保它更加更加乾淨 不過其實都是沖水而已 由於聖子和扇貝蒸的時間會不同 所以這次我們會先將我們的扇貝蒸出來 因為蒸扇貝時間要大約是8分鐘 聖子就大約是4分鐘 那時間, 假如你放在一起, 聖子就會老 好了, 聖子不攪拌 這次我們是做雞油花雕 所以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花雕酒 就一蓋就淋上去我們的扇貝的上面 雞油我們可以就剪開它 就放在我們的每顆扇貝的上面 其實我們蒸它的時候, 雞油會分解 那些雞油就會索在聖子或者扇貝裏面 然後有剩的汁, 我們最後會下雞湯去埋芡 我們最後要上碟 所以這次我就特地買一些腸粉去索汁 因為那個汁水索去腸粉也好 或者是粉絲其實都很好吃 我們可以行李一下去買 其實這些我就通常放在中間 然後就可以將我們的腸粉和我們的凡臘貝 用來蒸去先 我們蒸它五分鐘 這個時候甚至可以略略我們沖一沖它 沖乾淨它的表面先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說一下怎樣 將一些譬如是未處理乾淨的海鮮 我們處理一次 好, 粉辣貝 粉辣貝留意我們是有兩邊的 用刀也好, 或者用這個背殼的插都可以的 粉辣貝有平有曲 我們在瓶那邊下刀, 這裡插下去 其實是馬上縮起來的, 都非常新鮮 好, 我們插完它之後, 揭開它 其實就會見到一個凡臘貝的內臟 這個位置我們是完全不要的 就是說我們這裡一剔一拉 對, 那整份內臟位就可以清掉了 然後這個生直線裏面 這些位置我們都要撕掉 因為那些是用來過濾的器官 我們都不吃 其實他們處理海鮮的乾淨程度 某程度上就是比一般的街市的海鮮檔更加乾淨 你想想它要處理或者洗多少次 才可以做到這麼雪白、這麼乾淨 你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聖子有一個薄膜 其實這個位置, 剖一刀就開了 只不過你怎樣令它很齊整開口呢 看到它還在動 有反應的 好了, 我們捏住它 不要捏得太緊, 壓住它 在上面這裡, 剖 其實它就已經打開了 那你目的是要將它中間 黑色有顏色的部分剔走它 即是白色這些是可以留得回的 那我們就簡單一點, 用刀去刮走它們 你記得留意一下裡面 可能看不透的位置都要沖 而且它今天送貨都很早 即是我講到區 它12點左右就已經送到 放到現在, 還是很新鮮 好了, 檢查一下, 我們反轉去查一查 假如沒有用黑色的紙 或者是腸就可以了 OK 好了, 我們五分鐘後 就可以拿回我們的腸粉 和我們的扇貝 真是扇貝出來 你看到這個雞油 就融化得非常非常靚仔 就是這個我們蒸去的腸粉 其實不是太多 因為我不想太多 因為我其實有很多東西吃 所以就少少用來吸汁就可以了 OK了, 然後就用一個鍋 把我們的汁全部倒進去 哇, 就可以把我們剩餘的聖子放進去 我們蒸聖子的時間 就足夠把飯入貝蒸熟 所以就可以同步處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先把醬汁 這個時候我們把剛才的醬汁加熱 我們蒸海鮮的時候有一個碗 裝著的醬汁都不要浪費 倒進去 這個是海鮮鮮味的精華 和雞油 好, 花雕呢 我們放半碗 我們放少許糖 和它 半個茶匙 雞湯和剛才差不多 都是半碗分量 它輕微煮滾的時候 就可以試一試味 哇, 好香 好, 生抽都不用加 海鮮的味已經進去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想它的顏色再漂亮一點 再香一點 我就可以打一隻蛋黃倒進去 那幾多幾少 視乎你的醬汁水的份量 那我呢, 我現在就要拿大半隻蛋黃 我們將我們剛才的蛋水就攪勻它 用個隔篩 就將醬汁倒進去 蒸多4分鐘 大家記得 在中途才好放聖子進去 如果不是聖子老了 就會粗, 就會硬, 不要吃了 好了, 我們攪好了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 這個時候的腸粉就已經是熟成所有精華 我們只需要將醬汁淋在我們聖子上面 不斷用少許的蔥 或者是這個辣椒去裝飾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 你想花的味再重一點 再淋一些圈下去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今集最花技巧, 最花時間 就是用雞油汁 所有處理海鮮這些繁複的步驟 就已經幫你處理好了 終於是極之乾淨 所以其實這個食譜 只需要大約是20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即是由開始計, 去到煮好 20分鐘就真的準備好了 一集完全沒什麼難度的食譜 好了, 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今集的不送不食 喜歡的, 都記得要CLS讚好分享訂閱按鐘仔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érer給我們 1個讚, 他們 2個讚 1個讚